今天过来做一下四轮定位 现在已经把定位的装置已经装上了 然后主要其实要看一下后轮的定位 去年的时候后轮定位差好几度 然后轮胎磨损特别严重 然后这回把新胎装上以后呢 看看这个偏差有大不大 如果还是有点偏差的话 这边还得要调整一下 现在开始测量了 这个现在结果出来了吗 对 是多少数啊 这个哪个是后轮的数值 这两数 等于是偏了这个是偏了15 是什么意思 我之前好像偏的数都是到这个数了 这个是等于是更少了 这个好像1到2多了之前 对 到1到2 就是在场那边来一点就调过来了 就等于现在这个情况应该是不算严重是吧 哦那就好那就好 我上回偏的比这严重的好多 然后用偏心螺丝给它装回来的 所以现在看这个肉眼看也不是很严重 上回看的时候肉眼看就是已经是这样子了 对 这边调了一下以后那边你看 就都变绿了 反正到绿了以后都是都会变成正常的数值了 刚才偏了红了一点点 其实这个跟我之前那次做的外扒的那个时候 那个数值差的好多啊 所以就说调完以后呢 应该都是在正常范围内的 这个倒挺挺好的 然后那个前面的数值也稍微差了一点点 然后那师傅把这个也调了一下 现在再调前面的 上回做完那个四轮定位 然后用偏心螺丝把这个轮子给它重新调回来以后呢 到现在为止啊 差不多已经有两万公里了 然后现在去重新做检测的时候 差的数据数据是就0.0几的那种数据了 很小的数值了 就是你看那个修车的师傅 适当的给我稍微用螺丝拧一下 就调整一下就调回来了 那就说明 通过上次那种调整了以后呢 这两万公里下来啊 因为这两万公里我也是一直在偷偷挂的 而且还跑了大西北这么一趟的那个 那个那一段路啊 总体来说路况也不是说特别好 那就是后轮的这个数值也没有出现说 呃 非常大的变化 我觉得这个就证明这个车子还是可以拖的 这也算是一个比较放心的事情了 现在我们来到修理店把那个刹车盘给换一下 这个看看我们原先的那刹车片啊都已经磨得挺多了 然后这个是新的 这个是旧的 这个是新的吧 对 这个是新的 这个是原来的 然后这个是新的 看看磨了好多 磨了那么多 还是挺厉害的 这个是前面的刹车片 所以出门前必须得把它收拾完毕 然后再做一个保养 然后这边是后轮的 看看后轮的刹车片啊 也基本上磨的就是那么一点点 红色的吗 现在那个师傅帮我看一下那个变速香油啊 这个颜色咋样 颜色正常就行 正常 因为我们爬坡的时候确实变速香油发烫了几次啊 然后担心有点问题 那如果没问题就好了 要不然得换几换机油了对吧 换那个变速香油了 一般这个是多少时间换一次啊 多少多少公里啊 4万公里换费 4万是吧 那我等于是差不多2万不到一点开了 嗯 好变速香油也OK了 那咱看看底盘呗 好 让老师傅帮我看看啊 就拖了一年了 看看底盘有没有什么变形啊 或者之类的 底盘完好 没问题啊 嗯 完好 然后冲的印都没有 呵呵呵 那就行 因为拉脱挂嘛 拉了差不多一年了 有点担心怕底盘吃不消 就包括后轮的那个定位啊什么的都做了 其实 经过一年的证明啊 哈兰达拉欧式脱挂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如果大家是在用哈兰达拉的 那就尽可放心了 只不过说我们这个是两驱的 然后呢我们想去一些比较复杂的路况啊 想换一个四驱的 其实正常完全没有问题 用这个哈兰达拉 好了 基本上保养都已经做完了啊 这回呢差不多花了一千九百块钱啊 还是有点小贵啊 当然不是说他这边收费贵啊 主要是我买了大概五桶机油 啊 因为这五桶机油呢 是到时候 因为我们去新疆一趟来回 最起码得一万多小两万公里了 在中间可能要做一次保养 我的经验呢就是在外地做保养呢 自己最好自己带这些材料啊 然后给人家一个公时费 这样子呢你就比较放心一点 因为有时候毕竟机油嘛 怕买到不好的 所以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那实际上就是说这次保养 应该差不多做了一千四百块钱左右吧 啊 因为换刹车片差不多七百多 呃 这个刹车片呢我没有换原厂的啊 因为原厂的相对来说会比较贵一点 我上次换的就是原厂的 差不多得一千多了 呃最后呢我的换的是国产的 呃陶瓷的是什么的哈 但是我刚才开了一下啊 就感觉哎还不错 关键是什么 没有声音了 就是他的这个刹车片已经 不像以前原厂的那个刹车片 会有声音你知道吗 现在新换的刹车片居然没有声音 呃感觉还不错 所以呢我觉得这还算可以吧 然后今天的检查呢 呃我觉得有一点还是挺放心的 就是首先机油呃就是呃那叫什么变速箱的油啊 就是检查了一下没有问题 因为当时热了几次嘛 我是担心他怕那个油脂有问题 后来发现没有问题 还有一个最关心的问题是啥 就是那个底盘呃就是那个底盘 首先我让师傅帮我检查了一下 总体来说这个底盘基本上呃没有任何问题 其实这个是我有点担心的 因为拖了一年了嘛 所以就怕底盘比方说出现变形啊 或者是损坏啊这系列的问题 呃结果呢让师傅好好仔细检查了一下 说呢就是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我觉得挺好的 最起码就是说呃能证明汉兰达能够呃 因为汉兰达毕竟是轿车的底盘 他那他这段时间一年呢 经过我的反复的就是拖拖挂 就证明他拖欧式拖挂 还是比较得心应手的 还是可以承受得了的那个重量 所以大家如果说用汉兰达拖的话呢 还是不用担心的 呃这个出发之前啊 我大概花了差不多得小五千多块钱了 轮胎就换了三千多 然后这次保养又做了两千块钱 所以整体来说呃出门之前呃为这个车 花了五千块钱的保养费 当然了这个就可以换来我们旅途上的安全踏实嘛 呃所以也是值得的嘛 嗯呃其实我们也特别期待啊 就是一个星期以后一个多星期以后吧 我们就出发新疆了还是很开心的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